好 那我們這一組的話 我們叫雅美隊 那我們為什麼叫雅美隊的話 可能要問一下我們的組長 那我先去介紹一下我們的組長 那這一位是我們的組長 黃建 那這一位是我們小正 鄭新宇 那這一位是我們重業 林重業 那這位是江孟婷 那我是黃俊復 好 那我們的主題叫做大學生PAPACO 那是公平私義的話 我們PAPACO還是我們主要是叫做宇宙 那旅遊的話 我們在著重在免線 那我們為什麼想要做這個呢 就是因為 因為有三個原因 那我們第一個原因的話就是因為 不要再做作業了 就讓我們想把它和娛樂和旅遊融合的話 那我們可能會比較有動力 動力去做這個作業 就是不是作業 而是有娛樂吧 讓我們我們有些地方也會親自去體驗一下 那有什麼好玩的地方 然後再跟大家分享 那第二個是 好地方就是要跟同學分享 那好東西就是要分享出來 那第三個就是我們在台北讀書 我們在文大學讀書 在新專案讀書 那我們就要了解這裡有什麼好玩的地方 那有什麼東西比較好玩 那當我們愈悶的時候 或是心情不好 或是心情好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隨便搜索啦 隨便玩玩 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就隨便上一下網站 就可以知道有好玩的地方的 好 那我們幫你下位報告 然後就大概是這樣 對 然後這時候我們運用到的軟體就是 就是Flash 然後加上Script CSS CLL GNVIPER Flash 8 然後 Voto Impact 然後下面就是製作那個 小閃製的 對 然後我們先來觀看網頁 然後我們開始只有一個Flash 首先是由那個一些一些圖片所製成的 然後下面有一個閃製 就是可以進入我們的首約 就是我們的 就是我們的閃製 然後就是網站開始就是 有一個就是就是我們的構想 對 對 對 我們剛剛的新冠組的圖片會講 然後上面這個是用加個Secure寫的 就是我們web考完的時候 就是我們暑假開始的時候 然後上面就是一個Flash 對 然後 大概的架構就是左邊就是 這就是Flash的按鈕 然後我小小小小小改一下這個滑水 對 這應該還蠻簡單的 對 然後這是路線圖 對 這是我們的另外一個組員 他還蠻了解台北一些地方 他就是可以 告訴你 這是機車的路線 因為他常常機車 機車這樣爬爬狗 然後這些機車路線 然後可以就是讓你了解說怎麼騎 還比較簡單不會 因為台北市的路還蠻亂的 對 然後景點的話 我們是先用一個地圖在介紹 然後點進去他有相關的介紹 然後這些文章就是我們在另外一個組員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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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慢慢打出來 然後我現在請他來詳細一下 就是大概兩人等一下一兩個地方 我現在就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所整理的兩個景點的包裝 一個行程 兩個行程 第一個行程 我們會介紹淡水 淡水博安部就有兩個 我們所查到的經程 是魚人碼頭跟淡水島街 但是魚人碼頭博安有三個要素 主要要素就是它的氣氧非常美麗 如果土旁邊都可以看到 對 氣氧非常美麗 然後它應該有做那個 奇人橋 奇人橋那也非常的那個 很有藝術感的造型 然後那個 那也還有一個就是海洋嘛 那邊海洋非常的就是 廣闊 非常的遙闊 看的心情都非常的好 然後國外在搬碗的時候呢 或許你可以帶同學啊 或是帶你的家眷 就可以到去那邊欣賞風景啊 然後到晚上的時候呢 那邊附近呢 附近在這一排的地方 會有許多那個餐廳 然後餐廳上面都有許多那個 它的風格主要是檢餐 然後 主要是檢餐 我想有一些 我會搭配一些民歌 可以去那邊體驗一下 然後 像現在冬天那個橋上 還有做一些人造學 然後你們可以去那邊體驗一下 對 然後這是魚人碼頭 然後到晚上 它另外八九點的時候呢 行程安排到八九點的時候 可以到淡水老街 淡水老街就有許多美食啊 我們晚上 我們晚上有做一些連結 然後連結到許多美食 這邊都 不多加介紹 當然就是 呃 淡水老街 如果你不管是辦團康 還是 呃 同學有辦什麼聯誼的話 也可以在那邊玩許多遊戲 都非常好發揮 像十字路口什麼遊戲都可以在那邊 呃 都可以在那邊玩這樣 像前陣子辦的聯誼就 反應還不錯這樣 可以讓他們對 辦一些活動 第二個行程 我們第一個包裝是在三支 三支就有三個要素啊 一個就是白燒灣 呃 然後夕陽非常的美 這不是日出 這是夕陽 對 然後夕陽非常的漂亮 然後海岸也非常的乾淨 然後這是它主要的特色 那至於 呃 其他特色在網站裡面都有詳細的敘述 那至於前水灣的話呢 它比較 呃 咖啡廳還有一些民宿啊 類似海洋生物系 那個我們都有做一些聯集 對 然後那個 接下來有講到它飛碟屋 飛碟屋很像前陣子 因為一些因素 這邊又不代價說明 一些因素所以把它拆掉 啊 其實那邊還蠻好玩的 因為我們也都有去過 然後 不只在三支飛碟屋 萬里也有飛碟屋 然後這是在民國六十幾年的飛碟屋 一些 呃 一些類似辦電視類的 然後荒廢才做的這樣子 然後我們 嗯 因為拆掉的關係 真的蠻可惜 不過裡面本來有一些 靈異色彩 然後我們可以給它裡面 辦一些團康或活動 其實都還蠻好玩的 嗯 在萬里還有一些可以去這樣 好 然後提到三支 就一定要講一些吃的啊 住的啊 吃的的話 就是 比如說我們就在那裡 有一家電到的老地方 他雖然他打那個招牌 不是小紅包 不過他小紅包真的是非常好吃 呃 不輸頂泰豐 價錢就是頂泰豐一半的 對 然後他旁邊還有一家雞排店 那比較沒有名氣 那也沒有什麼招牌 不過我真的很好吃 很有特色 很有特色 這樣子 在那民宿的話 就非常推薦一個就是 18個孩子民宿 嗯 18個孩子民宿真的是 就是在北台灣真的是非常 算是非常的好的一個民宿 然後價格也非常便宜 一個晚上兩千塊左右 非常符合學生的價格 對 然後因為我們時間關係 行程主要內容就是這樣子 然後 我們為大家介紹許多的行程 那個景點 與玩法 然後 呃 如果各位有什麼不懂的地方呢 可以在我們討論吧 我們都可以 當然後來我們都可以一起討論 我的心得分享 文章什麼的 對 然後 這是我們主要的內容 對呀 然後 我們現在把 男人網交給下一位 大概就是內容就是 剛剛那個主要都講 然後 我 大家就是 看到這種東西 大概就是想說 啊 我們 就是可以就是 給 就是你 看完這個網站覺得如何 然後就可以填寫下面這邊 然後這邊的資料 就寄到我的 Email 就在我的信箱裡面 就是填寫之後 就是講了說 就是這樣填寫完 然後你按送出 可是這個是 用 要設定一下outlook 然後現在那個 Gmail有 有資源outlook的那個 那個手鍵 然後你去設定一下 就可以發送出 然後 比如說 這樣送出資料之後 然後就 去收一下 件 就是大家 他 你 你這樣沒有過來的東西 就會在我的信箱裡面 這樣呈現 這樣 我就知道大概有誰看過 然後 給我一些 給我們的網站一些意見 然後 這邊是 是有關那個 一些相關連結 然後 還介紹一下我們的相簿 對 相簿就是 呃 就是分地方 然後 做出來的 然後 這 這個 點進去 就是用夾法 sqlip 做出來的東西 就是 可以 他會翻頁 就是 一張一張慢慢看 這樣 就是 一個相簿大概有 七 七八張左右 因為 我們相片就是 沒有很多 就是 因為有一些都是他自己找 我們主人他自己找 然後相關連結 就 這邊也有用到一些 Java JavaSquib的語法 大部分都是用JavaSquib的語法 然後 這是CS 這是CS的語法 然後 呃 然後 論壇的話 因為 因為我 就是 PHB 和 馬來西瓜 還有 還不太會用 所以 我們是用內線 就是 已經先 先成 好 問點 謝謝 他 17 我 无法提示网约有的